第一小題 看一下這個地方 好啦 我們講話了 看一下吧 好 題目說請求出 不小於負50的負整數的和 好 第一件事情 什麼叫不小於知道嗎 比他大 來 把這句話稍微解釋一下 不小於的意思 他們抄上去 不小於的意思指的就是 大於等於 不小於再講一遍 不小於指的是沒有小於 沒有小於代表什麼意思 就指叫誰 大於還有等於 所以其實他寫不小於的時候代表 大於等於負50的意思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請問你 大於等於負50的數字有誰 大於等於負50的數字 負50負50 你們包含負50 有 這邊負50 然後呢 負49 負48 對不對 好 一直到負47 一點點點 要做一個多少 負1 0要不要算 不要 為什麼 因為聽我講的是負整數 什麼是負整數知道嗎 知道 就是負1負2負3負4負5 叫負整數 所以題目正問你 從負1到負50答案是多少 這樣會不會 好 那請問你 負1負2負3負4負5一直到負50 怎麼算 好 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要講個故事給你聽 那你記下來 這個公司呢 是有個人發明的 那個人叫誰 高師 不是我 高師 這個號稱 數學王子 不知道 他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啊 就發明這個公司了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他們的老師呢 想要抽菸 然後因為小學數學很簡單嘛 對不對 然後想說 那我出個題目呢 考學生 然後他就會抽個菸 他就跟他講說 小朋友來 現在請你從1 2 3 4 5 一加加到100 答案多少 對 然後 他那樣的菸 正準備去問抽 剛到門口的時候啊 那高師的舉手說 老師 我說答案呢 答案是5050 然後老師嚇到說 你怎麼算的 因為那時候那個年代沒有電計算機嘛 對不對 你不可以這樣加 然後他就解釋 他其實就給老師聽怎麼算 他說這樣算的 你把他記一下喔 我不用寫1到100 我不用寫1到100 就好了 因為方法是一模一樣的 他說老師很簡單 他說 1加10是多少 11 2加9 11 3加8 11 4加7 11 5加6 11 所以總共是11 然後呢 一共有幾組 因為10個數字嘛 那是不是兩個兩個一組 所以是5組 所以乘以5 所以答案就55 所以看到沒 從1加到10 就是55了 所以1到100呢 也是一樣的方法 那才是 11加上100嘛 對不對 是101 對不對 然後有幾組 1到100的話有50組 對不對 那就101 乘以50 所以他就變成50 這是等一下想一下 3級就會的東西 好 回到這個題目來 這就是公式了 什麼公式呢 你旁邊自己把它插上去就是 上底加 下底 對 乘以高 對 乘以高 沒有錯 他跟T型公式是一樣的 那 問題是 上底是什麼東西 知道嗎 上底指的是第一個數字 就是-1 下底呢 最後一個數字 -50 但是來看這邊 看這邊一下 這個題目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用別的方法去寫 不要這樣寫 因為這樣寫容易造成你的困擾 這樣寫會比較好一點 來 重寫一遍 他等於 看這邊 把他繞這邊來了 他等於負的 1加2加3加4 加點點點點 加到50 好 負的先留著 來請問你 從1加到50我怎麼算 上底就是1 對不對 下底呢 50 然後乘以高 總共幾個數字 25 總共幾個數字 50 除以2 你知道為什麼要除以2嗎 因為 不是兩個兩個一組嗎 對 對 所以總共會有25組 所以應該講25指的是這個地方 聽懂嗎 講一遍喔 上底加下底 就像這邊的1跟10的意思 是一樣的 1加10是11 就像這邊1加50是51 那為什麼50除以2 因為每兩個就一組嘛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 1加50乘以50除以2的答案 所以答案 等於51乘上25 來答案多少 來 51乘以25會不會乘 5 5 25 5 25 然後2 10 12 75 好 那就是給答案 好 會 會考 請把插上去 這邊少寫東西了 答案不是1275 因為 剛才沒看到這邊 還有一個負號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負的 1275才對 那這裡大家寫個負號才對 好 這要加個負號 負51乘以25 所以答案是負1275 賞個負號差很多 好 這個禮拜寫上去 稍亞 CHA 雙